老师好 亲爱的超马家人以及关心我的俊男美女们大家好 又到了开心的时刻 抽奖活动时间到了 今天所抽到的四张奖项在这里 太阳卡的部分付出无所求 有缘能够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 就应该确实按部就班 先小成独善其身尽数精进之后 立愿发大臣之心福泽领理 奸善天下让众人因你而受惠 而以内心却丝毫不拘功付出无所求 太阳圣德导师 这张卡抽到了就是提示我自己 有没有精进 因为自己没有精进如何去帮助他人 不如务实的在自己成熟的情形之下 进而影响周遭的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 影响一个人等于间接影响一个家庭 影响一个家庭就足以影响一大家族 好比一粒小石头丢入湖中 掀起连连一阵连以一切顺理成章 就这么简单 重点还是要把自己的功夫该做的做到位 第二张卡丰盛之光 抽到的是爱出爱返祝福 要正性的给予 因为给出去的有一天必定会回到自己身上 当心中有某种的不平衡 想与他人一较长短 要转念想想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千万不要让自己落入胆怨的漩涡 实时保持正念并培养純熟的转念功夫 太阳圣德导师 这张卡所抽到的对应的就是 一定要落实爱与感恩为丰盛的首要 所以一定要勤念转念的功夫 时时刻刻分分秒秒 有爱与感恩的起心动念 至于对与错就根本不用去计较 觉察在生活中 究竟哪些环节不富足 不平衡的一定要 立即转念感恩与爱 感恩这个事情的发生 感恩这个现象来提升自己的智慧 同时练习心法的时候 要恭请太阳补足能量 并即刻开始停止抱怨 朝向希望勇猛前进 所以渺渺的GPS察觉自己有没有发出这个爱与感恩的念头 养成这个惯性 养成这个惯性 这是当要之急 也就是今天所抽到的卡爱出爱法 跟刚才第一张卡 复苏所求真心完全都是有相关联的 代表最近的一个心境当中 有与人一较长短 所以不自觉的又产生一些负能量 所以第三张卡 丰盛卡所抽到的是 突破情绪障碍真的是很妙 跟刚才两张卡总是有关联 在情绪障碍这个部分 也就是能量不负 时运就负 所以要提醒自己不要产生负能量 或是落入负能量的漩涡 这就是一个智慧 不好的就要迅速远离 但偶尔休闲的时候 常常会不自觉的看一些动态的影片 这些影片其实跟修行无所相关 只是图浪费时间 虽然是某些尝试方面能精进 但是只要看到标题就知道结果了 就不需要去浪费那些时间 制造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部分要加强的去改进 突破情绪障碍 当了解情绪的反射会对应到身心灵 进而影响人生戏码的吉凶祸福 那么从这一刻起就必须想办法 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导演 太阳圣的导师 感恩太阳圣的导师 当情绪有起伏的时候 即代表自身的正能量不够足 所以智慧不足产生的一个现象而已 这时候立即要转念 或许去走一走公园走一走 晒晒太阳 借助调动太阳的能量 补自己的正能量 如同中医所讲的正气足摆邪不清 自己的念头也是自己要去察觉 分分秒秒 借着超级生命密码所学到的 要活用 活学活用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功夫 这一点还有一个相关的 就是自己的意志力 一定要提升到力展 立刻斩断 壮士断碗的决心 不可以容许自己有丝毫的偏差 这样子才能在勇猛精进当中 产生更大的能量 第四张卡 得香卡以爱为本 要凭着真诚实际成熟的火候 让对方感受到彼此的交流 建立在爱的出发点上 进而认同你是以得福人 而想要与你分享一切 太阳圣德导师 这里提到的 对应到生活境当中 是否自己是真诚的 所谓的爱就是 不能让对方有产生对立的 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与对方对立 这才是一个根本 只要有对立就没有所谓的爱 但人常常不自觉会产生对立 一个竞争比较 所以这一点 习信当中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 非常感恩今天 关心我的朋友的聆听 接下来还是跟大家邀约 10月28号 即将在我们台南 举办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在南科大文兵馆音乐厅 下午2点到5点 欢迎有爱心善良的人 来感受一下超级生命密码 所带来的逻辑观念 以及实修实证的一个 成果的一个分享 另外我们也 即将在12月22号 23号 在林口体育馆太阳圣德导师 东气世界巡回演讲 因为爱幸福美满 随之到来的讲座 以及实修实练课程 非常的难得 可以敬邀所有的 有缘爱心善良的人 能够来感受一下 天地的爱能量 能量流 当能量流于我们共振的时候 会产生何等的奇妙 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